大家好,我是Dixo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2021年第12條MC 這條題目值得說 因為同學選擇的選項都微如理想 只有58%的同學能夠選擇C 在不同的近視程度 為何會有這樣的狀態出現呢? 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整條問題是問你 自己很幸運用中文教 因為可以避開英文的詞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中文卷的同學是用單卵雙生 如果英文的同學是用同卵雙生 當中的同卵是同卵雙生 受精卵 精子遇到卵子後形成受精卵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會分裂成兩個個體 所以其實它的遺傳物質 其實理應應該是一樣的 那些遺傳物質 現在就是 那些遺傳物質 在同卵雙生 然後在A加庭和B加庭中 被收養了 他就問你以下的程序 哪些最有可能發生的 怎樣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最擾亂大家的情況是甚麼呢? 就是選項裏面 又有相同 又有不相同 所以其實很難去詮釋 你的腦裏面又要詮釋 正方又要詮釋反方 所以如果我自己看的話 那要怎麼轉呢? 剛才也說了 幸好我用中文教 原因就是你要知道 雀斑的英文叫做Factyl OK? 在當中你會知道嗎? 如果是英文卷的同學 那我用中文卷繼續去解釋 首先我們先看相同的選項 相同的子民 其實有29% 28%的同學 都會覺得他們是 遺傳物質 單兩雙身 對於遺傳物質是一樣的 但問題是 理解是甚麼呢? 其實不知甚麼原因 形成兩粒受精卵之後 形成獨立個體 其實這兩個受精卵 形成了胚胎 胎胎直入在子宮內膜 其實都是不同的位置 所以其實胎兒 在子宮內 獲取的養分 有機會是不同的 導致雖然基因是相同 但問題是 他的子宮相對來說 都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其實 他有些不同的話 其實現今的 例如法政科 其實都可以分得到 那兩個 相同的選項 那這裡就要留意 所以 Boy那個不是選項 但很多同學都依然 他不知道這個資訊 他覺得那個子宮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 首先第一個要解釋的 第二件事 相同的雀斑 數目 那雀斑 其實怎麼形成的呢 就是平時 你暴露在陽光的紫外線下面的程度 而影響的 所以如果你說相同的話 其實在不同的家庭裡 是未必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相同的選項裡面 我已經打了靠差的情況下 然後我們就要想 究竟那個不同了 不同的話 那下去 不同的耳水的形狀 他們的遺傳物質是相同的 所以下去 應該是相同的耳水的形狀 OK 但是如果你說不同的 近視的程度 因為住在不同的家庭 可能 A家庭就想網課 B家庭就不想網課 不用對著電腦 iPad去Soon 所以當中裡面 其實你說最有可能的答案 其實就應該是C 但是你都會看到 只有58%的同學 答對這條題目而已 所以中觀而言 如果你問我整條題目的出發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是 最有可能的你要看清楚 第二件事 你真的要知道清楚 例如如果真的 當溫書的形式 溫的話 你要知道清楚 指紋的解釋 OK 但是 去到後期 如果用英文卷 再答對同學 有一些的 大家真的幫不到手 OK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清楚 當你做卷的時候 那些的支持 究竟是說什麼 但一個問題 你都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 你唯有猜 因為在臉上 或者在臉上 你猜一下 有些東西在 那會不會相同 那還未相同 住在不同的家庭裏面 有變化 唯有用這些 求生策略去求生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 中文卷的同學 和夜文卷的同學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 拜拜